音樂 音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Yoonice 今天呢要來做一款氣墊粉餅的實測 如果你是長期關注我的頻道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是一個粉底孔 尤其是氣墊粉底孔 就是任何的氣墊粉餅 一推出我就會很想嘗試 然後拍影片跟你們分享 那上次直播的時候剛好有跟一些訂閱者互動 大家很常會互相生活 然後訂閱者會告訴我說他們最近用到什麼好用的 然後我也會跟他們一起討論說我最近用到什麼好用的 今天呢就是那一次直播之後 有一位訂閱者就是欣盈 哈囉欣盈 今天要做她提供給我的一款 她自己還蠻喜歡的Iopay的氣墊粉餅 然後這一款是叫做 Iopay Air Cushion XP 就是XP 我的這個色號就是她給我的這個色號是 M13 M就是Matte 先來講一下她的那個色號 這裡有寫M13 13就是她的色號就是 一般比較多人知道氣墊粉餅的色號就是 21跟23 那21就是比較偏白皙色 然後23是自然色 那如果用到13的話就是比21會更白一點 如果要講得非常非常精準的話 我的膚色應該就是介於13跟21之間 所以之前像雪花雪有一個色號叫17 我就會用17那個色號 我今天用13這色號其實我不會覺得過白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黃掉第一白的話 用13應該是ok的 然後她這個M的這個字母呢就表示這個是Matte 所以她其實上上去是一個完全純霧面的妝感 沒有什麼光澤度 那Matte這個M呢她除了就是純霧面妝感之外 她也是一款比較強調就是抑制油脂 就是比較控油的氣墊粉底 所以像台灣這種氣候是比較潮濕的嘛 然後或者是你的皮膚你的膚質是屬於混合偏油 或者是油性的話 我覺得應該蠻適合這一款 ILPEI的氣墊粉餅 那我直接先打開給大家看 她這一款氣墊粉餅她有SPF50加 她的防曬係數蠻強的 然後PA++++三個加 裡面會有已經裝一個氣墊粉餅在裡面的這個 還有一個補充的 這一個她的外型就是長這樣 銀白色的 很簡單就是寫了ILPEI OPEI他們的品牌名稱 好然後打開呢一樣是會有一個鏡子 跟一個粉撲 這個全新沒有開封過的這個封膜 那她的材質就是一般很標準的那種氣墊粉餅的材質 聞起來就一個淡淡的香味 那等一下大家會在就是後面 first impression的部分看到比較多詳細的介紹 還有上妝的感覺 那我今天一樣不眠俗的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用了什麼比較特別的美妝品 那我今天其實用的就是Chanel他們的 我覺得應該算全系列的吧 先講眼影的部分 眼影的部分我用的是他們家這個四色眼影盤 這個色號是204橘棕色調的 就是有一個橘色然後一個大亮色跟淺棕深棕 呃唇彩的部分也是我最近買的 一個是他們長期在缺貨的這個唇露嗎 是叫唇露嗎 就是140的這個 我之前用這個顏色打底 再用他們這個聖誕節限定色的糖果光唇 有上在中間的部分 那這邊要先跟大家講一個 因為我這一個是我的訂閱者提供給我的嘛 這個是訂閱者給我的愛心 因為他用了這一個氣墊粉餅 他很喜歡很好用 所以他就想要透過我拍影片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這款氣墊粉餅 那我在這邊就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心寧謝謝你 然後我也想要把他的這一個愛心就是 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這邊要提供一個抽獎 我自己其實底妝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一定是用不完那麼多氣墊粉餅的 那這一款就是有一個新的補充包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這一顆 大家不要擔心沒有盒子 我會把我這一個盒子拆下來給你 所以不要擔心說 我是不是只會拿到補充包的那個補充的 沒有拿到盒子 放心放心 我會把盒子拆下來給你的 不用擔心 這樣你如果帶出去外出補妝也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今天的抽獎方法很簡單 只要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如果你是原本就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那這個步驟你就可以直接省略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麻煩你先幫我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呢 請你在這個影片下面 就是youtube這個channel下面留言說 我想要此款氣墊粉餅 我想要此款氣墊粉餅 就個次對 然後第三個規則就是 你在同一篇留言下面留任何你想對我說的話 不管是一些你們想要看的主題阿 或是任何的批評指教 我都歡迎你們留言在下面這樣子 那更詳細的這個抽獎的辦法 還有截止日期 這個活動的截止日期 都會打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要記得點開來看 然後才不會錯失這個抽獎的機會 那如果大家對這一款 ioutube的氣墊粉餅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我現在已經上完 Benefit的 嘖嘖稱奇毛孔隱形露 還有 Stay Flawless磁妝棒 這兩個妝前產品 那因為今天這一款氣墊粉餅呢 它主要是在強調mat 就是霧面 然後比較強調控油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剛剛那個磁妝棒呢 我只有輕輕的帶一點在梯子 沒有上很多 那它外包裝是這樣 就是一個圓形的 然後它的這個上面上蓋是 銀白色的 那ioutube的粉撲 我覺得它們家就是偏厚 然後比較軟的那一種 撕開之後它這個貼膜很乾淨 沒有沾到任何堆粉體 那它就是這種很傳統的氣墊 沒有什麼 不是什麼特殊材質的 就是這種一般的 我輕壓一下粉量 是這樣子 那我就直接拍 左半邊臉頰的部分 那我今天也是沒有上任何的 妝前保濕 就直接來 測試看看 然後按壓一次大力點 是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這樣可以 上整個半邊臉的量 這個顏色跟我好像 膚色是貼合的 不會過白或過深 它的粉體也算是我 有史以來用的氣墊粉裡面 最不濕潤的一款 好我現在上半邊臉 這半邊臉是這樣子 我透過鏡子看 我覺得第一它的那個色號 跟我的膚色算是蠻貼合的 鏡頭前面看可能有一點點亮 但是我肉眼看是自然的 我覺得它的遮瑕能力還好 因為我最近膚況還算蠻穩定的 沒有什麼明顯的痘疤痘印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遮瑕度 我目前看是覺得還好 但是它遮毛孔的效果還不錯 因為我這邊周圍的毛孔比較粗大 我覺得它都遮得蠻好的 但是又不會有很厚的厚粉感 那我剛剛有說到 我沒有上任何妝前保濕的產品 所以其實我會擔心兩頰這邊會不會乾 那我現在上完妝 看起來是沒有乾的情況發生 然後我現在摸起來 蠻乾爽的 就沒有任何的黏膩感 那我現在先把右半扁點也上完 它這個粉撲彈上來的確蠻舒服的 就是厚厚軟軟的 像我的膚質是混合偏乾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 因為我有做妝前保養 所以我的保濕算是有做足 那就算我沒有上任何的妝前保濕產品 我覺得這一款還算是不會乾的 但是如果你是膚質比我更乾 或者是你平常妝前沒有在做保養的話 就是你的臉頰可能不夠保濕的話 這一款上上去可能會偏乾 所以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保濕 那我現在已經上完全臉了 我覺得它沒有什麼黏膩感 所以我今天想要做一半扁點沒有定妝 然後一半扁點有定妝 那我定妝會用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HD蜜粉餅 來定我右半邊的妝好了 我左半邊今天就不定妝 所以我等一下先來做個簡單的定妝 那我現在上完右半扁點的定妝 這一款Make Up For Ever的HD蜜粉餅 它其實不太會影響妝感 那現在的時間是下午的4點52分 今天應該可以做到也是8個小時左右的實測吧 那我們就晚一點再來看看這一款 iopay的氣墊粉餅它的持妝效果如何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8點19分 也就是我帶這個妝已經有3個多小時的時間了 我剛剛吃了晚餐所以有擦嘴巴什麼 我想說先跟大家更新一下 大概3個多小時之後妝感會是如何 那我剛剛這一半邊臉是沒有定妝的 這半邊臉是有定妝的 那我現在拉近一點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我這邊沒有定妝的話 經過3個多小時之後就是臉有點出油 然後毛孔這邊也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邊有定妝的話就是好蠻多的 毛孔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出油也沒有左邊那麼的嚴重 所以雖然它是比較控油型的氣墊 可是我覺得以我的膚質來講話 還是需要稍微做一下定妝會比較好 那我就晚一點再跟大家更新 現在的時間是凌晨1點49分 也就是我帶這個妝已經有快要9個小時的時間了 在第三個小時的時候我有跟大家更新一次妝容 那時候有微微的出一點油 所以我有用面子把臉上的一些 飯的一些小油光吸掉 那現在又過了 等於是從上一次更新之後到現在又過了5-6個小時之後 我剛剛用鏡子看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點小油光 那接下來我就想要來做這一款 IOPEG的氣墊粉餅的總結 前面我有提到它是他們家的Matte的系列 所以整體的妝感就是偏比較霧面 然後比較可以抑制油光的 我從帶妝3小時到9小時這樣一路觀察下來 我覺得它整體的表現算是很不錯的 再來就是它持妝這麼久都沒有什麼暗沉的情況 這點我非常喜歡 那唯一點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因為我的膚質是混合偏乾 就是在這種換季啊 或是秋冬的季節 我的T字是會出油 然後兩頰偏乾 那今天我再沒有上任何的妝前保濕產品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上這款不會乾 然後像我現在這麼久 已經過這麼久了 它也沒有什麼脫皮或是顯乾的情況發生 但是如果你的膚質比我更乾 或是你不習慣做一些妝前保濕的動作 那我覺得上這款可能就是 還是要稍微加強一下保濕會比較好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是 比方說你也是混合 或者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肌膚 如果你之前都一直不敢試氣墊粉餅的話 我覺得I'll pay這個MAT系列的氣墊粉餅 應該會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前面我有提到 因為我這個氣墊粉餅是來自 我的訂閱者的愛心 所以我也想要把另外一顆全新的氣墊粉餅 就是跟你們大家分享 所以不要忘記今天有抽獎活動 然後你可以點開下面的資訊欄去看一下 抽獎的辦法還有活動的截止時間 不要錯過這次抽獎的機會 那以上就是我對這一款 I'll pay的氣墊粉餅的實測 還有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讚 也可以去訂閱我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